老师叫他记住的东西,他记不住 想他做的东西,也协调不了 但是他很勇敢,被平常人用上几倍的努力去克服困难 直至有一天,他考虑了进来这间特殊英雄学院 他发现,这里所有的小英雄都拥有不同的特殊能力 一起并肩作战 在大家的心目中,他们已经是真真正正的英雄 就像每位英雄,出身尽管不顺 齐集了并肩得到认同 在疫情期间,很多时间留在自己的工作室 多了时间去饭 我就希望可以表现到一个新的表演艺术 或者游合不同的创作,音乐,故事,沙画 创作一个可以自己表现到的小剧场 已经陪入晚年的小女孩 仍然很努力地靠着自己的一双手 推着沉重的四轮车 做一些有关回收的工作 婆婆,让你去买东西 小女孩笑着这样回答 不用了,多谢你先了,年轻人 但是你喝完的啤酒罐,可不可以给我呢? 起初一个创作的原意是想试一下 做一些类似童话故事的模式 或者一些预言故事的形式放在音乐上 因为我觉得就算以前的安徒生 或者是教人兄弟 他们都是将那时候的社会 或者世界隐喻在这个童话故事里面 我也想试一下可不可以在我的小小音乐剧场里面 可以较达到一些在现在的生活上 或者是社会上的议题 放在这个试言故事里面 为什么开心呢? 因为其实我一直在做沙画 都是去帮别人记录一些回忆 或者是将一些感受带出来 正正我很少创作是关于一个真的民生 最大难度是我要将他的一些意义 放在沙画里面 今次多了很多元素就是 我自己可以玩多些有趣的东西 可以多了很多不是真的画写实景的东西 是一些我自己概念上有有趣的东西 最近也有网民开始投稿给我 写一些故事给我 希望我可以帮他表达出来 我也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故事都写得很有意思 我就会改篇他的故事 成为一个小小音乐剧场表达出来